齐齐哈尔 今日六时起全域低风险 At T龙将发布 微博消息 齐齐哈尔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通报 2021年12月25日零至24时 齐齐哈尔时无新增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要求 那何是4例无症状感染者 经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现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齐齐哈尔时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清零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 齐齐哈尔时已经连续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 齐齐哈尔时指挥部决定 自2021年12月26日六时起 将洛河市长发振建设村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调整后 齐齐哈尔时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